23頁 我們再看下一個題型 這所謂的單元式直線圓 那這個章節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按照當初我們在 學測複習的時候曾經講過的 這個章節裡面本來有三個小節 其中有一個小節 就是過去你們在學過的 第二個小節叫線性規劃 那線性規劃 因為這個章節呢 針對我們治安組的同學來講的話 它並不是三顆星的一個章節 所以將來在執考的時候 你是不會直接的操作這個題目的命題的 換句話說 直線跟圓這個主題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只剩兩個東西要複習 一個就是直線方程式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最後一節 叫做什麼呢 圓的方程式 就圓的方程式而對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跟同學稍微分析一下 好 沒有問題 請你直接看到講義的23頁 那首先看到第一個主題 有關於斜律跟直線方程式的關係 那我想有關於直線方程式的斜律 這個東西我想大部分同學來講話 應該都很清楚對不對 因為這個你從高一開始 大概就已經有學過了對不對 一般來講直線方程式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相義兩點的 重軸差比橫軸差這樣子的概念而已 所以有關於直線方程式的基本性質 或基本公式的整理呢 我想這邊我就不一個一個帶你看了 講義上整理得很清楚 到這裡呢 老師我要幫你整理一個東西 這些同學你們都學過 大概都知道 直線方程式在平面中有它的表達方式 在什麼呢 在空間中也有它的表達方式 到底平面中的表達方式 跟空間中的表達方式呢 有哪些是相同的 有哪些是不同的 我們統一的幫你做一個整理比較一下 所以可以的話 請你直接把它寫在講義的24頁 下方這邊不是有塊空白嗎 有沒有 這個就是老師我們刻意留下來 讓你做重點整理用的 所以 首先我們就從剛剛講的一樣 平面中的直線方程式 它的種類 平面中的直線方程式 平面中的直線方程式 直線方程式 邊腦 邊寫邊腦力激盪一下吧 對不對 平面中的直線方程式 它的表達方法 到底有哪幾種表達方法 對不對 首先第一個 應該就是你最熟悉的一個 叫什麼式 叫點斜式 對不對 叫點斜式 對不對 那什麼叫點斜式呢 如果以公式的形態來表達它 也就是以直線方程式上面的一個點 跟它的斜率來表達它 對不對 也就是寫成這樣子的形態 寫成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對不對 寫成這樣子的形態 不過講是這樣講 同學應該知道 倘若我們現在如果已經知道 有一條直線方程式 斜率叫三分之四 那上面有一個點叫A點叫12 告訴我你真的會這樣子寫嗎 你不要開玩笑的好不好 真的這樣寫 對不對 那還得了 對不對 一條直線方程式斜率叫三分之四 通過一個點叫12 這條直線 大概已經直接可以寫出答案出來 幹嘛帶什麼公式 對不對 因為斜率可以直接還原它sy的什麼數 係數嘛 對不對 叫做上給s下給y 然後中間什麼號 變號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此時再把這個點帶入 所以4-6 對不對 得到的結果 這個就是這一條直線方程式 所以一般來講 點斜式這個公式 我們雖然有背沒有錯 但是通常我們在寫直線方程式的時候 大概 很少會直接用到它啦 除了一種情況的話 我們會直接用這個點斜式的方式 來表達這一條直線方程式 各位還記得哪一種情況嗎 腦力雞湯一下 你有學學過的 點斜式是有這個公式 大部分同學也都有背的 但是通常我們會使用點斜式這個公式呢 大概只有一種情況 哪一種情況 請你翻到下一頁 順便我把它併在一起講好了 也就是在你講義的哪裡呢 請你翻到講義的27頁 通常點斜式是拿來表達什麼呢 表達對不對 切線問題的時候 表達切線問題的時候 就像這裡的行B所寫的 有沒有 通過圓外一點的切線方程式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大概選擇用所謂的什麼呢 點斜式的方式來表達它 對不對 因為圓外一點對圓做切線嘛 斜率我們不知道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點斜式的方式呢 假設這條直線方程式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因為我們希望這條線是切線嘛 對不對 所以再利用圓芯到該線的距離 等於什麼進 等於半進去找這個斜率 所以通常點斜式呢 我們在操作題目的過程當中呢 並不會直接拿來用 除了切線問題之外 那這種觀念其實就跟什麼 各位我們目前三下正在上個進度 也許我們還沒有上到 在第二章的大概中後段左右 我們研究任意曲線的切線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才會考慮用點斜式這個公式來表達它 否則的話 如果是一般形態給你斜率給你點的話 你就直接寫答案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或者計算上有需要寫出這條線 我們就直接寫 就不會刻意這樣子寫就對了 所以點斜式這個公式 大概來講是這樣子的 那有關於所謂的切線問題 待會我們會稍微再複習一下 好 沒有問題 請你再翻回剛剛重點整理這一頁 好啦 那直線方程式 第一個表達方式 點斜式應該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再來 第二個表達方式 用直線方程式跟它的坐標軸的焦點來表達它 這個一般我們稱為叫什麼式 叫結句式 還記得嗎 叫結句式 對不對 叫結句式的表達 那請注意喔 並不是所有的直線方程式 都可以表達成結句式這個形態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要表達成結句式這個形態 此時的直線跟你的坐標軸一定要有焦點 對不對 因為它的形態上是寫成所謂的什麼呢 叫做a分之s加上誰呢 加上b分之y然後等於1這個形態 這個叫直線方程式的什麼 結句式 對不對 就是利用坐標軸上的焦點跟s軸交在a0 跟y軸交在哪裡 0b這樣子的方式來表達它 所以通常這個表達方法呢 也是一樣的 題目當中如果有提到跟坐標軸的焦點 我們只會考慮這個方法來表達 對不對 其中它有一個很經典的應用問題 同學你還記得嗎 什麼應用問題 通常這種結句式的表達問題當中 與坐標軸的焦點如果確定的話 這裡會形成一個什麼三角形 說這裡會形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應用問題 就是有關於這個直角三角形的面積的最小值問題 有沒有 有關這個直角三角形的面積的最小值問題 這個也是我們在結句式裡面 很經典的一個應用 有沒有 因為這個直角三角形的面積叫1 2分之1的a乘b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結句式的方式 來找這個面積的一個最小值 像這種題目 這個都是很經典的傳統題目就對了 這個大概簡單的跟你稍微說明一下 待會講到結句式的時候 老師我會稍微再講一下 好啦 這是我們直線方程式的第二種表達方式 那再來 直線方程式也可以寫成什麼式 也可以寫成參數式 你還記得嗎 對不對 每次講到這個參數式 我始終要強調一下 任何圖形都一樣 什麼時候考慮使用這個圖形的參數式 通常都是所謂的什麼呢 四個字叫做動點問題或叫動點軌跡的時候 有沒有 今天如果說 你現在是某一個圖形上的一個不確定點 或者可疑動點的問題的時候呢 通常就是考慮參數式 那不同的圖形它的參數式當然不一樣 有沒有 簡單一點 從平面直線的參數式到空間直線的參數式 甚至到你們的第五側 對不對 什麼都有參數式 說哪一個圖形 圓都有參數式 有沒有 這我們待會也會提一下的 有沒有 這直線方程式的第三種表達方式 在平面上的第三種表達方式叫參數式 那通常參數式如無意外 我們就寫成什麼呢 叫做定點加上方向向量的提倍 對不對 定點加上方向向量的提倍 方向向量的提倍 好 那這三種表達方式呢 大概是一般來講 在平面中的直線 最常見的三大表達方式 好 那其實除了這三種表達方式之外呢 那很多時候 通常如果我們要表達 通過直線焦點的問題的時候 什麼意思 請你再寫一個第四個 這個叫所謂的直線族的一個表達方式 那這個表達方式跟剛剛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剛剛我們的前面三個表達方式 它所代表的都是什麼呢 都是一條直線方程式 就是滿足什麼情況下的一條直線方程式 那什麼叫直線族的概念呢 有關族的概念 其實目前你們的課綱裡面 大概全部都刪掉了 但是因為在整個題目的計算過程當中呢 老師我們發現 其實有一些題目 如果你懂得用族的概念來思考它的話呢 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一下 什麼叫直線族呢 老師我簡單的把它的一個內容稍微說明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 我們要找的直線L 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找的是 過 我們要找的直線L 是過L1跟L2的焦點 過L1與L2的焦點的直線 過L1與L2的焦點的直線 的焦點直線 L1 L2的焦點的直線方程式 要怎麼樣來表達它 對不對 過L1跟L2焦點的直線方程式 對不對 這直線方程式 來 我用圖形的方式說明 我不做嚴格的證明嘛 假設這叫L1 這叫L2 這叫L1 這叫L2 那很明顯嘛 通過L1 L2焦點的直線方程式 就是等同 就是要通過什麼呢 通過這一個點嘛 對不對 通過這個點 那4E的稍微畫一下 當然我現在黃色粉筆所畫的 只是一個4E圖位 對不對 只是一個4E圖位 就對了 倘若這條直線 我們就叫L好了 對不對 那此時你的L方程式 其實就可以表達成什麼呢 叫做你的L方程式 就可以寫成叫L1加上誰呢 K倍的L2等於0 那你的L方程式 就可以表達成L1 L2 這兩條直線方程式的一個 所謂的線性組合的一個型態就對了 也就是說 通過這個點的直線 我們都可以這樣來假設它 愛說老師 為什麼呢 如果你要問為什麼 我簡單的做個說明式的證明就好了 告訴我 我現在只要能夠說明什麼 我現在黃色粉筆寫的這個假設法 對不對 通過哪一個點就可以了 是不是通過這個點就可以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個點就是誰 L1跟L2的焦點 對不對 回答我 我黃色粉筆寫的這個假設法 有沒有通過那個點 當然有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點 既在L1上 也在L2上 對不對 所以當你把這個 這個點坐標 假設叫S0Y0好了 S0Y0 帶到這個方程式裡面來說 有沒有滿足L1 有啊 在L1上 有沒有滿足L2 有啊 在L2上 所以這裡會形成什麼 0加上K倍的0 有沒有等於0 有嗎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我在檢查給你看 知道嗎 也就是說 我黃色粉筆寫的這個假設法 真的可以代表什麼呢 所有的 所有的 通過這個點的所有的直線 那因為 通過這個點的直線 當然不只一條嘛 所以我剛剛講過 第四種表達方式 跟前面三種 最大的不同在什麼 它這邊是一大堆的直線 說這些直線 它都有一個共通的一個行為 什麼叫共通的行為 就是通過L1跟L2交點的直線 所以耳後 你在計算題目的過程當中 如果需要用到什麼呢 過兩線交點的直線的假設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寫就可以了 事實上 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呢 直線組的概念就對了 或者叫直線系的概念就對了 好了 那這個隨後 後面如果碰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老師我們在使用上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比較了解一點 那一般來講 我們平面上的直線方程是 大概常見的表達方法 大概就這四種 大概就這四種就對了 大概就這四種表達方法